今天想和大家介紹如何選擇甲級寫字樓 而甲級寫字樓有什麼提示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中原寫字樓部高級區域董事Salomi Mag 今天和大家介紹甲級寫字樓有什麼條件需要符合 首先位於核心商業區 最好近港鐵站 如果有巴士總會更加好 外觀來說玻璃幕牆就會好些 另外關於冷氣方面 最好就是中央冷氣 但如果是掛牆冷氣的話就沒那麼好 另外關於大堂 最好就比較寬敞一些 樓底高一些就會受客人歡迎 部分甲級寫字樓 他們都會有這個升降機的自動分配系統 按一按按鈕就可以 升降機就會自動安排去到你自己指定的樓產門 還有一些智能的升降機 方便這個非辦公時間 那些員工可以回去拍卡 去回自己的單位使用 如果一出升降機就看到自己的單位 這些單位都比較受歡迎一些 另外間隔 如果入到單位 看到間隔比較四四正正 也沒有什麼儲位 儲位龜邊 這些單位都是比較受歡迎一些 景觀 最好的單位的景觀比較開揚一些 如果另外有無敵大響景就更加好 看看大廈裡面有沒有CEO的洗手間 如果有CEO洗手間 老闆們會比較喜歡一些 另外也有其他的因素會影響大廈的質素 例如發展商 如果是一個大發展商發展的大廈 那些客人會比較喜歡一些 給大家一些提示 去選擇這個甲級寫字樓 例如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關於座向 很多時候向南的單位 都會多些客人去選擇 樓層方面 如果大家可以選擇一些 關於一些比較幸運的號碼的樓層 那些客人會比較喜歡一些 例如8樓、18樓 地區方面 大家都會留意一下 其實有好幾個核心區的寫字樓層 會比較受客人歡迎的 例如東九龍、尖沙咀、中環、金鐘、荔枝角 客人都會是他們的行業 都會比較喜歡一些比較有主題的大廈 例如一些大廈 它做傳動大廈 大部分都是珠穆公司 都是做玩具 多旅行社在裡面 又例如有些醫生 都會在同一間大廈裡面 方便客人去看不同的醫生 或者做化驗 這些條件大家都要留意 一個萬